你的情感也依靠这个男生 这男生离开你了 你肯定很痛苦啊 因为你失去的不仅是 不仅是精神上面的东西 你连保持你原来生活品质的能力都没有 你说你痛不痛苦 那太痛苦了 然后 如果你要是离开这个人 你只是情感上离开他 但是你物质上从来都不依靠他 你自己有让自己过得好的能力 你就会 你就会舒服很多 嗯 所以说 自己得 阿子的话真能力很强啊 对吧 那么多叔叔阿姨喜欢他 他要来广州 肯定发展的很好 他不一定广州啊 他去到北上广任何一个城市 如果找到一个靠谱的朋友带他 找到一个贵人 愿意扶他一把 他一下就起来了 嗯 对吧 哎 所以说 爱错了 也我不觉得爱错了 叔叔 我跟家人们说 别不要说爱错了 我觉得 落子无悔 爱过也是一样的 爱过无悔的 没有悔 没有悔齐这一说的 我不后悔 我做了任何决定 没有人骂阿伟啊 我也不会骂阿伟 知道吗 就是我喜欢他 他身上一定有他好的地方 他要是 他要是身上没有一点闪光点 我觉得我也不瞎 我不可能会喜欢一个烂人 啊 至少说在我喜欢他的时候 我认为他身上是有闪光点的 如果他身上 但凡没有一点闪光点 我不可能喜欢他 我又不是瞎的 对吧 我就是你就一个女孩子 你再恋爱脑 你说这个人就是已经 眼看就是很垃圾 那也不可能去喜欢他 他一定是有他身上的优点 然后 嗯 但是可能因为你喜欢 你看这个人的时候 他是闪闪发光的 就是 你会忽略掉 他身上很多的缺点 你能看到的就是他所有的优点 都被你在喜欢他的时候 被放大了 但当你不喜欢他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他不是不好了 家人们 就一句话叫 不过如此 你们能理解吗 理解可可疑 就是我现在在去看这个人 我不带这个滤镜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是带滤镜的 但是当你不带滤镜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真的 不过如此 所以说 那你说我后悔吗 我不后悔 因为我要是再喜欢一个人的话 不是我喜欢一个人 我觉得任何人 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都是自带滤镜的 那有的男孩子 喜欢一个女孩子 他觉得 他觉得我女朋友 比明星都好看 那男孩 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的时候 明明他看起来又丑又矮 眼睛又小 那女孩就觉得 他男朋友是全职业最帅的 因为喜欢人的时候 都是带了一个这个滤镜在那里的 但是你让他们俩分手三年五年 到他不喜欢的时候 你让他再看这个男的 他会觉得 怎么那么丑 我当时怎么会看得上他 对不对 所以说我不后悔 真的 我真的不后悔 但是你让我再去来 或者走回头路 绝不 我答应过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绝不走回头路 知道吗 我觉得好马不吃回头草 这是其一 第二是曾经不合适 再来一遍 依然是不合适 所以说 我觉得我要对一个人 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要喜欢他 我就会拼尽全力 我把我能给的都给 然后我 我觉得我不会对不起 这段感情 但是如果 不管是对方 你决定放弃我了 还是有一天你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放弃你了 从此以后 我不会回头 我不会给一个男孩子 两次伤害我的机会 你知道吗 我们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感情上面 就是 哪怕是合作伙伴 朋友 我也是 我会做到 绝对不让自己后悔 然后不来第二次 我的人生这么短 我为什么要给你第二次 第三次伤害我的机会 我绝对不会给 所以说我如果喜欢的话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确定在一起 我就抱着要一辈子走下去的 这种想法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放弃我了 那你就最好别回头 因为回来我也不会要 绝对不会要 感情转移太快了 所以家人们 叔叔阿姨们 你们放心 知道吗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第一 我不管跟谁分开 我不会诋毁对方 我只会希望他过得好 我曾经说过的话都是真的 我真心的希望阿伟过得比我幸福 我也永远都会祝福他 我也不会后悔 哪怕最后 我发现这个人 跟我当时喜欢的不是一个人 他做了很多事情 让我觉得怎么是这样子 即使是这个样子 即使我觉得他变了 我也不会后悔 对 因为你 你那个阶段 你是注定会喜欢上这个人的 但是你换成现在的 我不会 我不会喜欢 因为我遇到的人 可能更好了 家人们 我会遇到更好的人 而且我觉得 我也遇到了 对不对 家人们 觉得我遇到了 咱们扣个一 就觉得他不行 配不上我 我觉得 配不配得上我 这个怎么说呢 家人们 你们觉得从哪个角度去说呢 有觉得王总配不上我的 是说从 从家庭条件 还是能力 还是 还是觉得说 三观 什么的 你们觉得是哪方面配不上 长相 就是觉得配不上的 还有觉得哪是配不上的 钱财不重要 这确实是 相貌 我觉得吧 家人们 我跟大家们聊心理话 现在也十一点钟了 直播间人也不多 首先嘛 从长相来说 其实唐唐 对另外一半 没有什么 外形上面的 太高的要求 我觉得男孩子 就是 不是说王总啊 就是任何一个男孩 如果说我在考虑 做配偶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 你只要五官端正 人干干净净的 就够了 所以说 从相貌上来说 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就够用了 就够用了 知道吗 然后 从物质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男孩 他可以 说 有一个基础的保证 就是能 养得活自己 能有一份 自己的事业 然后甚至 有没有房 有没有车 我都不是很在意 因为 这东西吧 堂堂都有 当然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多人会 会去质疑 这个男生 所以我希望说 另外一半 还是有一个 自己的事业 能保证 自己的一个 基础 就是说 有房有车吧 然后有个 自己的事业 然后跟我 差距不要太大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比我差一点 也很正常 因为 因为 确实有很多男孩子 你说跟我同龄的 然后 比堂堂家庭条件 好的 也不是说 特别多 然后 就 哪怕差一点 这个也无所谓 真无所谓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 也是希望说 所有的家人们 就是如果我跟 大宝 我们俩 接触下来的时候 你们多去帮我 考虑的一个点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 就是三观 你知道吗 我最担心的是 对方跟我的三观 门不当户不对 我说真的 就是 因为大家的成长背景 不一样 然后 三观 格局 就这个东西 是我最担心 就是我跟另外一半 会产生 矛盾跟隔阂的地方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 比如说 我打个比方 我有考虑过 我有考虑过 就是说 以后我可能会跟 大宝在一块 我会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就比如说 消费观 就是因为一个 城市里长大的女孩 然后 跟一个农村 过过苦日子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我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觉得说 堂堂花钱 有点大手大脚 或者觉得 我生活上面 会有一点奢侈 或者怎么样的 你知道吧 就是我会 我会担心 因为大家的 这个成长背景 不一样 就可能他 哪怕很有钱了 因为他过过苦日子 他是会很节俭的 但是 城市里面的小孩 就稍微确实有说 没有那么的 会过日子 这个我有担心过 其实这个东西 我反而真的会担心 我们俩合不来 你说担心什么 长相啊 条件啊 我真的没有担心 我担心 是对方 会不会嫌弃我 你知道吧 会不会嫌弃我 会觉得说 这个女孩子 这方面 就是没有 没有那么会过啊 会不会没有那么贤惠啊 然后 还有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 你像 我平常的话 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 然后我身边可能有助理啊 然后有阿姨什么的 那会不会 就真的我有遇到过 就是男孩子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干呢 就有的人 他的传统意义上面的 就是希望找的另外一半 是那种贤妻良母啊 或者说能自己做的事 事情就不要让别人去做 这个样子 其实我担心这些东西 就可能听起来比较鸡毛蒜皮 但是他在两个人的感情当中 我觉得是还是挺重要的 嗯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你知道吧 就是语言表达 三观格局 唐师傅你说的很对 你知道吧 我担心这些地方是合不来的 其他我倒不担心 真的我不担心 嗯 你不知道 自己有米 也不代表说 你的另外一半可以接受 知道吗 因为这样跟你讲 如果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了 我考虑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很实际 真的 因为我是要考虑 很长远的这个东西 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了 怎么办呢 以后家里面这些所有东西 然后我自己来开销 然后作为我的另外一半 难道就因为是我自己开销 他就觉得很接受得了吗 OK他接受得了 他的父母接受得了吗 就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 唐呢就是 买个包包 可能花个两三万块 如果让他的父母看到 他父母 即使他儿子 我担心这种矛盾 我真的很担心这种矛盾 嗯 其他的我不担心 其他的我觉得 只要我们俩真心相爱 一点问题都没有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要装穷 家人们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我得下来 就是我一直在去 在去让自己说 尽量的去低下来 这样子 呃 才会让对方觉得更舒服一些 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我也在考虑说 我能不能习惯对方的生活 嗯 就是 我我自己能不能接受 说 太那个什么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俩需要慢慢磨合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 我 我真的不相信一见钟情 因为 因为你看上的 那一刻就是喜欢 但是你俩真的要在一起 要你要很爱一个人 你才能就是把刚才我说的这种 看起来鸡毛蒜皮 但是很重要的这些事情 你可以包容掉 或者你想到一个很完美的解决办法 让彼此都感觉很舒服 对吧 而且如果我找一个老公 他跟我差太远的话 我一直在将就 我一直在放低自己 堂堂可能能坚持 半年一年两年的时间长了 我会不会觉得委屈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他可以觉得说 我作为你的丈夫 你的男朋友 我要养你 但是养人养人 他觉得我接受不了 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个这样的消费官 或者是说怎么样的 这些东西 当两个人觉得互相了解 觉得OK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就可以在一起了 这样在一块的话就 为什么 其实我跟阿伟你知道吗 我们俩 消费官各方面的没有差 没有差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 我其实你们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恋爱脑 我其实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也知道 阿伟爸爸也是蛮有实力的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 也算是没有吃过什么 苦吧 小时候这种 然后我们俩 各方面的这种 可能其他方面不知道 但是消费官上面还是可以的 是能合的来的 一个样 我跟一总一样 磨合适合了 就结婚 对 所以汉族人 或者城市里面呢 我们更希望说 是能交往个半年一年 然后互相了解 觉得这些 我刚才说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的话 那就确实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事了 你说 你说什么 有没有钱呀 或者是说 讲你条件什么的 这个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三观 两个人 你们去看 阿子跟一总没有在一块 是不是因为三观 是真的是因为不够 是因为那种什么 长相 或者是什么 不是 其实很多情侣 最后没有走到一起 就是三观不在一块 但凡你俩三观能合到一起 就不会分开 对不对 这个多么明显的一个例子 摆在我们面前 阿子跟一总 他俩分开 是不是因为三观 就是三观不合 就是一个农村 出来的一个女孩 然后还有一个 是民族的差异 一个是城市里面 最起码 现在事业有成的 一个男性 然后又是汉族 也是一个民族上面的 就是对婚姻观 爱情观的不一样 最后就是三观不合 所以很多 很多人我看到的 爱情或者婚姻 哪怕走不下去的 有几个是因为 长得不够好看 嫌弃他老公不帅了 嫌弃他老婆不好看了 真不是 都是三观不合 对不对 所以说还得磨合 咱不能急 我跟大宝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也不着急 我要好好地看